闪着寒光的宝剑让刘章想起了几百年前那场流传千古的鸿门宴 魏严一剑挑起酒杯为后续的刺杀做足了准备 可就在他要行动的时候 大将张刃站了出来 剑舞必须有队 我愿与魏将军共舞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两把宝剑杀气腾腾 酒宴瞬间变成比武场 可这次的客人却不是刘邦 也没有烦快前来救账 眼看场上乱成一锅粥 刘备实在忍不了了 别说刘备压根就没想杀刘章 即便有这心思也得慢慢来呀 总不能刚刚入川就失了人心吧 这既不合刘备的心意也不利于大局 此宴不是鸿门宴 我也不是宠霸王 闻言 弃剑 荆州来的将领如有不弃剑者力斩 张任 把剑放下 刘备知道川中将领大都对自己怀有敌意 于是赶紧叫回张任 当着他的面对天发誓 人不负我 我不负人 如果日后我对你家主公做出什么不义之事 你们谁都可以杀我 不管将士们信不信 反正刘章是信了 倒不是因为他多天真 只是刘章早已自身难保 与其坐等张卢把他的西川吞掉 还不如相信刘备 刘章思来想去 不如就让刘备打个前锋 正好也能试试他的成心 没想到刘备二话没说 就跑前线去了 把张鲁一顿胖揍撵回了老家 刘章当场脱下先帝亲次的紧袍 转送给刘备 希望刘备能披着大汉的荣耀 痛击敌军顺利凯旋 有了刘备在前线帮他厮杀 刘章很快就陷入了安乐的富贵乡里 时间一长 竟也开始过河拆桥 断了刘备的军粮 刘章真是望而负义 大敌压尽使 他使我们为救星大敌一退 他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这不是泄沫杀驴吗 童统建议刘备干脆趁机夺了西川 但刘备还是想亲笔写封信试试看 如果刘章还是不给粮草 再考虑翻脸的事 没想到刘章既没有不给 也没有给够 而是象征性的给了刘备一点点粮草 明摆着是在逐客 那我们就回荆州吧 童统可不甘心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 他知道刘备心里很想去西川 只是苦于出师无名 便苦思冥想 为刘备铺出了一条天经地义的曲川之路